可以看到我將整隻GT-R mini 搭在手上進行游泳運動 它的泳汁、心率、配速、距離、滑水速率 都是有把我們完整的記錄下來 所以使用GT-R mini下水游泳記錄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鐵爸 最近大家應該今天比較能放心安排一些外出行程 甚至是出國玩 那這樣子我們去戶外運動的頻率也就會增加 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新增用來記錄 運動還有健康數據的穿在裝置 來自來MASA 3的GT-R mini智慧運動手錶 那這個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 他們就有推出蠻多款式的穿在裝置 這次的GT-R mini主導的是它擁有非常輕巧 時尚又難用的外觀 實際升起來大概36克非常的輕 機身的部分測量起來約9.2mm 不到1公分真的超薄啊 那在擁有輕薄機身的情況之下 續航力也沒有因此來犧牲 提供了我們正常使用14天 重度使用的話有7天 那如果開啟省電模式的話 還能擁有高達30天的續航力喔 在機身材質的部分 採用了不鏽鋼中框加上實體按鍵設計 拋光的金屬表面呢 讓GT-R mini有更好的金屬質感與光澤 延伸到螢幕主畫面的導角為 2.5D曲面防指紋塗層玻璃 除了銜接的邊緣有相當溫潤滑素的手感之外 防指紋塗層的玻璃表面 也能讓我們使用起來更加的乾淨明亮喔 那再來是非常重要的重點規格升級 也就是我們每天需要看到的螢幕 GT-R mini配置了1.28吋的AMOLED螢幕 有相當清晰高飽和度的螢幕表現 並且支援現在旗艦春耐重制都必須有的 Always on 螢幕水顯功能 當我們沒有抬起手錶看的時候 會變成只有時間跟一些日期顯示 抬起來才會完整的顯示設定的錶盤風格 這樣子可以讓它使用起來更加省電喔 那像我自己在挑選智慧手錶 首要條件就是它的續航力 再來是功能還有操作的順暢度 續航力的部分沒有問題 幾個禮拜實際使用下來 每天都會去運動啊 有時候也會玩玩小遊戲 跟測試安裝一些App之類的 它差不多一個禮拜充一次電是OK的 但其實如果我們除非是出國玩啊 不然平常工作上班啊 其實還是會偶爾幫它充個電 所以至少不會像使用Apple Watch那樣 幾乎是要一天一充 感覺就比較麻煩一點 那功能還有操作方面呢 GT-R mini它的操作方式 基本上跟前幾代差不多 左右滑動可以顯示副螢幕 由上往下滑是控制中心 由下往上滑的話是訊息通知 在表面長按可以切換不同的表面風格 點選操作要回上一層的話呢 直接有左往右滑動就可以了 非常的直覺 那要從樂意App回到主畫面的話 也可以按側邊按鈕 那這個側邊按鈕它的功能操作呢 還有分長按跟按一下哦 按一下可以進入App中心 長按的話預設是進入運動模式 那如果你比較少用來運動啊 也可以修改長按的預設 比如說比較需要知道生理週期 就可以長按改成這一個 需要追蹤就能快速啟動哦 那我們來看副螢幕的部分 在副螢幕所顯示的App呢 也是能直接操作 點進去看更詳細的資訊 那我最常用的就是天氣跟一鍵測量 天氣的話可以直接看到一天的溫度變化 幫自己或小孩準備衣物 也有一週天氣狀況的預測啊 資料非常詳細哦 再來是一鍵測量 它就是會把比較重要的健康資訊啊 心跳壓力指數 還有這幾年大家非常注重的血氧濃度 一次的幫我們測量出來 不過缺點就是要比較久啊 40幾秒 但可以一次看完完整數據 我覺得還蠻好的啊 所以我們就可以散架利用 GTR mini它的副螢幕功能 那我們手錶的操作可以給人家方便快速哦 那螢幕有上往下的控制中心呢 這裡會放一些比較常用的系統功能 比如說霧擾啊 聚焰模式 或者是我也很常使用手電筒啊 半夜起來找東西非常方便 那再來就是大部分的人購買這種 自外穿上裝置 除了以上這些健康偵測功能 還有生活應用APP之外 另外還會非常需要使用到的功能 就是它的運動模式 基本上我們最常做的運動啊 跑步 自行車 游泳 爬山 健行 這些一定都有 GTR mini額外還有高達120種不同的運動模式可以來記錄哦 相信可以滿足大多數人的運動需求了 而且GTR mini它既然身為智能手錶 當然要展現智能的部分 當我們開始跑步 自行車 橢圓機 這些運動 忘記打開來記錄 手錶就會智能的提醒啊 詢問你是不是正在運動 那我們可以不錯過每次的運動記錄哦 那說到要使用它來記錄運動數據的話呢 它的GPS定位能力啊 當然也不能太差 GTR mini它的定位呢 是有支援5顆衛星定位系統 並且還獲得了專利的圓極化GPS天線技術 像我們訓練的環境啊 有時候不一定在戶外或者是操場跑步嘛 有時候也有可能在城市裡面啊 有高樓大廈 GTR mini也有上面說明到的GPS定位能力呢 讓它即使遇到有高樓啊 或者是高大的數目 也能準確來定位記錄運動軌跡哦 除此之外 我們登山活動需要知道方位的指南針 GTR mini它也有支援 依照指示操作設定好 就能準確知道目前的方位啊 那我們登山不迷航哦 那剛剛前面還有提到我們記錄運動啊 還有一個項目就是游泳嘛 這就考驗手錶它的防水能力哦 現在也馬上幫大家測試一下 好的我們直接像GTR mini這樣子噴水測試看看 看起來沒問題哦 還能正常運作 那有的人會覺得只有這樣子噴水測試 沒有什麼說服你 那我們直接下水去游泳室測試吧 Let's go GTR mini它所配置的防水能力呢 是擁有5ATM等級 相當可以承受50米的水壓 可以看到我將整次GTR mini 待在手上進行游泳運動 它的泳汁啊 心率 配速 距離 滑水速率 都是有把我們完整的記錄下來 所以使用GTR mini下水游泳記錄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哦 更不用說是生活防水了 那其實我們跑步啦 游泳這一些算是運動沒錯 不過我們平常上班走路啊 其實也算是一種運動哦 透過搭配手機使用的RAP APP 可以看到更詳細的PAI活力指數 它會告訴我們近期的運動強度 還有建議的目標 如果維持90天的話呢 身體健康年齡有可能會降到30歲之類的 那我們更確實的掌控身體的健康狀況哦 那最後就是個人花使用還有娛樂的部分啊 也是使用傳達裝置增加爽度的一個部分 首先是表面每天都要看的嘛 當然要選一個帥一點的 從RAP內建的表盤三層 提供了我們超多款式可以選擇 有這種宇宙題材的啊 也有可愛動物系列 那我個人還蠻喜歡這種剪子系列的啊 它上面的人物還會動哦 蠻酷的 那如果是男女朋友啊夫妻 想要放另外一半照片也沒問題 它裡面有一個人像表盤 可以預設放三張照片 還能調整在表盤畫面上時間的位置 不要去擋到照片的人物 那我先用小朋友跟我的照片示範好了 設定好之後同步到手機 可以看到AMOLED的螢幕 它的畫質真的相當好啊 那我們預設多張照片啊 只要等一下螢幕就能換張 這樣子GT-R mini穿戴起來呢 就可以更有個人風格囉 那這個人像表盤 這邊分享一個小小的使用秘技 其實不光只是我們自己的照片啊 如果你有喜歡的明星啊 或者是品牌 也可以在手機上下載好照片 來當GT-R mini的表盤 有沒有 整個表盤都是我們的伸展台 想怎麼變怎麼玩都沒有問題哦 那剛才有提到GT-R mini的娛樂功能 其實就裡面的幾個小小遊戲啦 在LAP裡面的應用程式四集 這裡有許多使用的APP啊 比如說計算機 49606x106等於5201314 這個我還蠻常用的 再來就是下面還有遊戲可以安裝啊 我隨便選一個玩給大家看 那就這個 貓咪在哪裡好了 它是一個記憶遊戲啊 讓你記住貓咪的位置 然後會持續的增加它的難度 很適合打發時間玩笑哦 那Mate V這款GT-R mini 我實際使用體驗也有一陣子了 最深的我心的有三點 首先是我最care的續航力 確實在我非常頻繁的使用之下 它可以續航五六天在充電沒有問題哦 再來就是它操作上的滑順度 螢幕的材質 邊緣倒角都做得相當好 和上系統操作也不lag 讓我有非常好的使用體驗 最後一點就是個人化還有APP的功能 可以加入個人照片當錶盤啊 或者是喜歡的品牌明星 這一點設計真的非常棒 恰常有許多好用的APP啊遊戲 整體使用起來就是會感覺它 不光只是一個簡單的看時間 紀錄運動的智慧手錶而已 擁有上面所述的那些功能 還有規格啊 會讓我們覺得它整體的CP值大大提升哦 所以如果大家最近有考慮 增過新的智慧運動手錶的話 MSFIT的GT-R mini 我覺得是個蠻不錯的選擇哦 OK 以上就跟大家分享的 來自MSFIT的GT-R mini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款智慧運動手錶 有想要知道更詳細的規格啊 還有最新購買優惠活動的話呢 我們把相關資訊放在我影片下方 大家可以去點來看看哦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邊結束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的話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期影片見哦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